你好我是佳妮 今天的主题是 努力狗贝尔跟队友爆发冲突 太阳队打快艇 勇士队国王 胡登队虽然他打附加赛 不过好像也不差 今天是第一赛最后一天 东西区前十强以及排名的部分也都确定了 接下来联盟要先进行附加赛 保持说一战定生死的比赛非常刺激 也因为排名都确定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也会做 季后赛对战分析的影片 这个部分也请大家多支持 而在进入下一个主题之前 也请各位帮我们的影片按个赞 你的鼓励是我们做影片最大的动力 感谢您 一开始先来关心火箭队 球队已经确定要跟总教练Cellas说分手 目前追逐的总教练人选 包括前绿山军总教练Uduka 前会队总教练Franc Vogel 以及目前帮队总教练Niknus等等 这里要注意的是 Cellas也很有可能会继续留在火箭队 成为助理教练 会不会呢?不晓得 不过火箭队在Cellas带领的这三个赛季里 分别只拿下17胜 20胜以及21胜 这样的战绩觉得是西装组不能接受的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Cellas扛起战绩不佳的责任可以理解 接下来观察的是 新教练在场上会不会 还是以后场球员为主 毕竟中锋选棍是一名很会传球的常人 新快队的Yokic或者是光队的Sabonis 也都是类似这样的球员 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正宗的发动机 所以我个人比较好奇的是 新的总教练会怎么使用 本季场军可以送出14分9篮板 3.9助攻的选棍 接下来关心独行侠 本季独行侠已经提前放暑假了 主要原因是 日前在对上功能的比赛中 Jokic当局虽然有上场 不过只打了13分钟 另外Kerry Levin等其他主力球员 这样比赛也都没有上场 最终独行侠也如愿败给了公牛队 为什么是如愿呢 因为独行侠有前十顺位受保护的选秀权 简单的说就是要谈 赛特总教练Jason Kidd 接受媒体访问时也表示 这样主力球员休息是西装组的决定 不过最新消息是联盟将要进行调查 另外Lukar Dacic接受媒体访问时也表示 他不喜欢把主力球员收起来的决定 所以球员跟教练想的跟西装组不太一样 老实说这次球队内部问题有点多 虽然我个人是支持放掉这个赛季的 可是我必须很诚实的说 手法太粗糙 吃相太难看 又或者我们该说放掉这个赛季的决定做得太晚 才会让总教练以及球员感到很突然 这都是西装组该负的责任 接着来关心胡文队 胡文圈下了Harrison跟Thompson 另外释出了Rid 聊一下这次的操作 第一点基本上Rid是用不到的 所以把它释出可以理解 第二点身高六尺四 目前29岁的Harrison 是一名场上经验相对丰富的球员 不过胡文队后场球员其实很多了 对他应该不会有太多的上场时间 简单的说 签下也备用 这里要注意的是Thompson 我个人认为胡文队签他签得非常好 日前快点打败胡文队的比赛中 我们曾经聊过 在AED下场休息时 只要风险球员无法得分 那么胡文在攻击手两端上就会很被动 主要因为是场上没有最后一道防线 虽然日前受伤的Bomba现在已经可以上场了 可是Bomba的场上经验会是一个小小的问题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不仅有总冠军经验的Thompson补得非常好 崔明别忘了 2020年胡文队拿下总冠军的时候 正中有魔兽跟McGee两位中锋在 所以AED很多时候是吃4号位的 因此补Thompson确实可以让胡文队在阵容上有更多调整的空间 好接着来关心赛事 因为今天东西区排名都确定了 所以赛事的部分咱们就轻松聊 今天胡文队在主场是113比108打败蒂虎队 虽然两支球队的战绩都是42胜40败 不过本季胡文队对蒂虎有则对战优势 所以胡文队排第8 蒂虎队则是排第9 上场比赛引起最多讨论的是两位胡文队的球员 也就是凯瓦安德森以及Rudy Gobeer 在场边起的争执 其中Rudy Gobeer更是有一个出手的动作 赛后虽然Rudy Gobeer是直接道歉 他认为自己的情绪控管有问题 另外凯瓦安德森则是表示 没事我们都会往前看 不过根据记者的资料显示 他们在休息室里瞅得非常凶 至于球队的防守大索 McDaniels还在走回休息室的时候 直接对着墙壁挥拳 这会导致右手受伤 这样比赛之后打9分钟 至于伤势的部分 官方还没有更新的说明 如果你认为换队的状况就这样子而已 那你就错了 因为Rudy Gobeer也有可能会被联盟禁赛 附加赛惠昂要面对的是胡人 而且比赛在后天就要进行了 一旦Rudy Gobeer被禁赛 McDaniels不能上场 再加上Tip中锋Reed 日前也受伤了 那么这都会让惠昂的团队战力大打折扣 不过好消息是 目前换队排在第8顺位 这也表示球队必须要连输两场比赛 才会被淘汰 接着来聊提狐 提狐在附加赛中要面对的是雷霆队 虽然我个人认为在主场进行比赛的提狐队 应该有机会拿下 不过还是要小心SGA 证明球员的得分爆发力不是开玩笑的 现在观察是提狐队能不能闯进季后赛 因为根据记者的资料显示 胖虎不但附加赛不会上 甚至季后赛的部分也不一定会上 简单的说球团非常保护他 再加上本季胖虎 Brandon Inggrin跟Sister McCollum 一共只打了10场比赛而已 所以除非提狐队有机会走得更远 否则本季让胖虎好好休息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 这个部分就要看后续的发展 也就是提狐队要先证明自己可以打进季后赛 接着来关心胡云队 今天的对手是爵士 这场比赛其实胡云队赢得不算轻松 参加打完胡云队只领先对手4分 更重要的是第四节末段 Brandon冠进这球之后 胡云队还是只有领先对手3分 不过接下来AD跟Brandon Inggrin合理打了一波8比0的攻势 色彩帮胡云队在主场以128比117 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 这场比赛的Brandon Inggrin攻下36分 AD则是16分13个篮板 胡云队拿了胜利之后战绩为43升39败 不过因为快艇跟勇士队在今天都赢球 两支球队都拿下本季第44胜 所以胡云队排第7 接下来要跟辉堂队打附加赛 我自己的看法 虽然胡云队在第一轮不能对上季后赛 经验不足的光队 站在挑对手的立场 但有点可惜 可是现阶段排第7 对胡云来说绝对是可以接受的 第一点 第一轮不是面对净快以及太阳 这两支非常热门的球队 第二点 灰熊队有伤兵的问题 其中包括垂星霞跟Clark 两位进区主要轮换球员目前都受伤 第三点 附加赛对胡云 是在胡云主场进行 即便球队输球 切场附加赛不管是队 提武还是雷霆队 也还是在胡云主场进行 所以虽然胡云队不能站上前6名 可是我自己的看法 排第7 这样的结果老实说不算差 只要接下来在主场的赛事 可以好好把握 第一轮避开太阳以及金块 老实说是好事 接着来关心勇士队 今天勇士的对手是脱王者 提及勇士队在攻下了55分 半场的结束 勇士队就以84比53 领先对手31分之多 而且下半场勇士队又攻下了73分 中场勇士队157比101 以56分的分差打败了脱王者 所以勇士队是收下近期的三连胜 这里要注意的是近10场比赛 勇士队是8胜2败 球队的状况非常好 可以当这样比赛投进6颗三分球 本季的三分球进球数也超越300大关 这也是他职业生亚第一次 单季300加三分球的赛季 实际上比赛地上只有三名球员可以完成 单季三分球300加 一位是Kerry 一位是James Harden 再也就是Key Tonner 不过Kerry的部分不只是300加 他是唯一一位400加的球员 那一年402颗三分球太疯狂 但不管如何还是要恭喜Key Ton 以及勇士队的球迷 勇士第一轮的对手会是 季游赛经验不足的国王队 站在挑对手的立场来看 可以打国王当然是好事 可是千万不要小看国王队 因为这支球队的战力是非常完整的 再加上国王队有着主场优势 不过站在勇士队的立场 在确定第一轮不会有主场优势的情况下 可以面对国王队 某方面来说已经是最美好的结局了 接着来聊快艇 今天快艇在可爱跟威绍合力攻下 50分15助攻的带领下 虽然是打败了太阳队 可是这样比赛其实快艇队赢得不算轻松 球没有知道的是太阳队四名先发主力球员都没有上 但即便是如此 看队还是拼战到最后一分钟 才114比149败给了快艇队 接下来双方要在第一轮就正面对决 老实说这个对战组合光想就令人期待对吧 现在要观察的是 Paul George什么时候可以回到场上 进攻的部分咱们先不提 因为在防守端上 不管是要守Booker KD甚至是Chris Paul 他都不会有问题 简单的说有Paul George 那么快点在场上的可调整空间会更大 如果Paul George可以参加完整的第一轮赛事 那么我个人不认为快艇队有这么好打 我们甚至可以说要上演以下课上的戏码 也不是不可能 所以太阳队快艇的这个系列赛 相信也会是第一轮所有的赛事中 最吸引球迷关注的系列赛 最后聊一下东区 排第七名的热火队要先面对劳英队 我自己的看法 热火有机会拿下张比赛的胜利 至于暴王跟功能的部分 我个人是支持暴王队的 简单说我自己希望暴王队可以成为东区第八 否则如果是老鹰或公牛成为东区第八 我相信带给公路队的麻烦不会太大 所以我比较想要看到的是暴王打公路 好 以上就是这一节内容 希望今天的影片你们会喜欢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请大家喜欢跟分享这部影片 也别忘了订阅频道给个事实的资料 更重要是要记得开启小铃铛 那今天就这样子啰 我是嘉宁 我们再次见 拜拜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